我們要介紹什麼? 三角筆 好用的三角筆 這是給兒童班用的吧 它造型好像不大一樣 它就是三角形 然後它的好處是 像這種圓圓的 它這邊有凹槽 它是讓小朋友拿著 比較不容易往下滑 看像這樣子 它其實有阻力 要不然小朋友斜斜斜斜 手就會一直越來越下面 這是像符合人體工學的硬筆 對 喔真的耶 拿起來都有凹洞 可以讓你把指尖放進去 大拇指也更好 中指也可以有凹槽 可以讓你自己去尋找適合的凹槽 來做書寫 另外一個呢 這也是鉛筆 它也是三角筆 然後它這也是有防滑的 它這邊是用 細細的那個線條 看得到嗎 好特別喔 它摸起來是粗粗的 有 它摸起來會有那種樹皮的那種感覺 對 像樹皮的黏輪 這跟這個的原理一樣 就是防止手一直往下滑 因為像一般這種 上面這種滑的面阿 小朋友越拿 它會一直覺得一直滑下去 像台灣大部分 就算是六角形的 它也會就是 整個都是光滑表面 可是它這個 三角形的再加上 它上面都有那個紋路 讓你去做握筆的動作 防滑的 你的筆不容易滑 而且它三角的關係 讓你久握也不會覺得不舒服耶 而且啊 順便姿勢 一邊一個點 很好用喔 感覺這種鉛筆寫起來 應該很舒服喔 嗯 發現應該可以寫個兩三百遍 沒什麼問題 蛤 發現 現在小朋友注意很多好不好 就是小朋友用的鉛筆 另外一個就是這種的 三角的 應該很好用喔 就這樣子 掰 掰